為了宣傳金馬影展閉幕片 阿娜達有點不露 宮崎奎今天身著碎花洋裝 和導演佐佐不清一同出席宣傳記者會 長期以清新形象演出戲劇的宮崎奎表示 最想挑戰演壞人 導演則大戰她全方位的演技 演什麼都可以 認真的宮崎奎為了劇中漫畫家主婦的設定 還特地學習原著角色的持筆方式 她笑說其實自己小時候 也曾經用奇怪的方式拿筆 主持人黃子嬌也在現場提醒不熟台灣媒體拍照方式的宮崎奎要多笑 也請翻譯提醒一下阿威小姐 因為我們媒體習慣是一直拍一直拍 她在聽話的時候有點掠血太憂鬱了一點 這個好像有點入戲太深 對 請她隨時要保持她最美麗可愛的笑容 喵仔繡品出來就是宮崎奎本身有點不入這樣 導演佐佐不清表示 本劇並不是要呈現憂鬱症的問題 而是夫妻間要相互扶持解決問題 詰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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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詞勢